帶你來關心東山國中的超收案件 今天新北市議員江宇貞還有台北市議員鍾沛君 兩個人一起踢爆東山國中 他有超收學生的案件 而今天在記者會現場的更是有陳琦的家長 是直接把在東山國中買的校服 直接扔在東山國中的校長面前 我們帶你看一下現場的最新情形 剛剛家長提到臨到制服 沒關係這制服可以還給校長 校長你可以帶回去了 那天下午可能要統治 可是晚上的時候他還在寫書家作業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他覺得一個學校不可能這麼沒有誠信 他覺得應該還有希望 那我想請問 一個12歲的小朋友都知道如何誠信 那為什麼一個學校 一個高等教育的學校 家長還有那麼多老師等等 會不知道誠信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氣憤的點就是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 小朋友都已經受傷了 這個受傷 我相信每一位小朋友受傷的程度應該都不小 不管是他在同儕之間等等 大家有沒有站在小朋友的角度去思考這件事情 受傷的是小朋友 根據台北市以及新北市的教育局表述 極端善處調查 正確是需要很相對的